大家好,我是乔乔妈 这期视频我们来做扯面 扯面也叫裤带面 还有的地方叫杜带面 中筋面粉,一点盐 一边慢慢加水,一边搅成絮状 这个面团的含水量是48% 是一个硬面团 所以分次少量的来加水 能让水的分布更均匀 方便一会儿揉面 硬面做出来的扯面吃起来会更筋道 如果面活得太软的话 面条下锅就容易煮烂 口感就差点了 所以大家控制好加水量 是做出一碗好面的基础 今天天气有些凉了 所以我加的是温水 夏天大家可以用凉水来和面 把盆蹭干净,抓成团就可以了 先不揉面,休息20分钟 现在我们转到案板上来揉面 我们要把面揉匀,揉透 这样面条的口感才筋道 面要揉到表面光滑 整成长条形 接缝朝下,压扁 表面涂油 抹匀,防止面团变干 刀上抹油 切成长条形的小面剂子 手上抹油 把每个面剂搓一下 每个面都均匀地沾上油 这样可以防干,防粘 盖保鲜膜 室温休息3个小时以上 我们来做素扇子 西红柿放到开水中烫30秒 捞到冷水中冰一分钟 这样方便剥皮 顶上刮个十字口 剥皮 切开 去地 先切片 再切丁 蔬菜切丁可以缩短后面烹饪的时间 也方便入味 萝卜不用去皮 先切片 再切条 最后切丁 土豆去皮 同样方法切丁 最后切点葱段和蒜片 一会儿枪锅用 现在我们来炒素扇子 锅里加油 油热下葱蒜爆香 加一半的八角和三粒的花椒 葱蒜炸黄并且闻到香味后 他们的任务就完成了 把他们都捞走 加西红柿炒一分钟 下萝卜丁 翻炒几下 加热水 水开加土豆丁 土豆很容易熟 所以最后加它就行 盖上盖子 让香味融合 来调味 一点生抽 盐 最后捏点鸡精 蔬菜要保留一些颗粒感 不要煮得太软烂 扫子就做好了 我们再泼个蒜油 大蒜里加盐 捣碎 炒上热油 这个香味一下子就出来了 这个蒜油是这个面的点睛之笔 大家一定要试试 面也休息好了 我们来扯面 小面剂子先轻轻拉长 用两个拇指的手指度把两边捏一遍 拉长 从中间点开始分别向两边扯一次 这个时候面已经拉开了 捏住两端 轻轻摔打 撑拉 然后一定找到中心点 这样面就不会拉偏了 重复摔打 撑拉 手上顺着面的弹性来 别用蛮粒面就不容易扯断 这样扯出来的面 厚薄均匀 表面光滑 我们来煮面 开水下面 新手的话可以扯好几根面一起下锅 熟练之后可以一边扯一边下面 煮一分多钟面就好了 煮熟就捞出来别煮过了 这样煮出来的面就非常的筋道 面条直接挑到碗里 先加蒜油让面条滋润下 然后盛上素扫子 最后点上自制的辣椒油 很多地方都有扯面的做法 欢迎大家留言 聊聊你们那是怎么做扯面和扫子的 谢谢收看 下回见 下回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